我是Mina,又到了新的一周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回忆 在里昂住宿舍 意大利的,然后有美国的 然后有冰岛的 因为在当时的那个Lion啊,里昂 也没有什么就是台湾人这样子 所以我遇到台湾人,我还是会蛮开心的 有人就会常敲门啊,说 哎,在吃饭,我做了一个什么东西啊 这样给你吃这样子 那但是我们都会从这个小孔里面 去看那个,那个是谁在敲门这样 然后有一天哦,就是 哎,敲门扣扣扣扣扣 就想说,哎,看一下嘛,是谁 然后你就从那个洞当中哦 你就是去看,哎,没有人耶 然后你就想说,好啊 是谁在恶作剧 你给我记住哦,你一直敲 然后你就是在恶作剧这样 我一定要哦,就是好好的来骂你一顿 你就是要把我学的那个法语的那个脏话 终于有机会了,我可以骂人了 然后我一打开的时候 好巧不巧,刚好那一天停电 然后我都心里了,我开始适应那个灯光的时候呢 突然我看到我眼前出现了一排黑人牙 他个嘴巴在笑,我看到了牙齿 我的天啊,好黑哦 原来是一个黑人耶 他站到前面,我心里有点害怕 那我就问他什么事情 我就是要故作镇定 他比手画脚 就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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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这样这样 我懂啊,这么聪明的我 我一定知道 他要来戒什么东西 就是戒肥皂啦 然后他的意思是说 他第一天啊,他搬来 来不及去买 大概意思是这样 刚好就住在我的对面这样子 OKOK,我去拿,我去拿这样子 拿到的时候痛哭流涕的感觉 就是哇,我可以洗澡那种感觉 哇,然后他就说 我洗好的时候,我这个肥皂啊 我会还给你这样 我一听,还给我 他有人还肥皂的 我都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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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你你送你 送你送你 你拿,拿去用好了这样子 我他就觉得,哇啦 我说我太太好了这样子 然后我就关上门 我还是一脸的觉得 怎么会这样呢 刚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这样子哦 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经验 聪明的大家一定会猜得到 我今天就是要来讲一个 黑人的一个艺术家 那这个黑人的艺术家 非常的厉害 是这个画廊界 艺术市场的闪耀闪亮的星星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他才刚被这个高古轩牵下来 就是世界最大的那个画廊 那你牵下来就是王牌了 就是接下来就是代表他这个他这个人的人生顺遂了 好,介绍这位艺术家 他是一个非洲裔的这个 迦纳艺术家出生在迦纳 迦纳文叫做Amorco Bofo 我们姑且教他那个薄斧好了 很多地方都有一些农产品嘛 什么花生啊 米啊 你国家有我家也有啊 我们再讲一个迦纳最特别的一个地方 只有他们有 他会飞到这个国家去定制一个东西 他们也靠这个东西哦 赚了蛮多钱的 迦纳这个地方 的棺材很厉害 怎么说 迦纳非洲他们对于未来的这个生死 他们相信是灵魂不死的 你这一生你是渔夫 那你的来生也会是渔夫这样子 那他们的死亡对死这件事情啊 其实他们是非常非常看得开的 例如说 他这都是真实的故事 例如说有一家人 他阿嬷的梦想就是说 哎呀我这一生都没有出国旅行 也没有坐过飞机 所以他的这个小孩跟儿孙 就会把他的棺材啊 就是做成飞机 棺材没有错 那有的人会觉得说 他这一生他很勇敢啊 就是一个英雄 他就会把他的棺材做成什么 狮子 或者是老虎 这样子 那有的是渔夫哦 哇他这一生哦 这个是为这个村打了很多鱼 然后出海这样子 他的棺材就是 就是会变成一条鱼 那其实你也可以讲你的梦想 如果说你的梦想是 我想要以后我要变成一棵树 那你的棺材也可以变成一棵树 或是你觉得我来世 想要成为一朵花 那你也可以变成春上龙这样子 全部都是花的这个棺材 雕刻成花花绿绿的这个棺材都OK的 所以这是加纳非常非常 呃有特色的一个地方 那他们对死亡跟灵魂这件事情 会觉得说你的肉体死掉了 那你的灵魂是永生不灭的 他们相信永生这件事情 所以他们对于死亡 他们其实是非常的就是说 呃不是悲伤的 会觉得说是尊敬的 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加纳这个地方 他们对生死是 哇 多了的坦然啊 真的是太棒了 也变成是一个文化的一个特色 那今天介绍这个艺术家呢 是Amorca Bofo 从小就展现了优异的这个 艺术的这个天本 所以在这个 其实他们家也是做一些生意嘛 蛮过得去的一个家庭 支持他就是从事艺术 所以他就是在 就在这个阿克拉这边 念了这个艺术跟设计 一个梦想 就是说希望有一天呢 能够去这个奥地利念书 因为他的偶像是喜乐 所以呢 刚好就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呢 有加上他的这个努力 然后又加上他的天分 然后就进到了这个学院 就到了这个奥地利去读书了 一边的在创作 那他很希望就是说 自己能够被看到嘛 所以他非常非常非常的努力 所以他也跟很 很积极的跟一些 画廊合作 所以展露头角这样子 说什么英雄出少年嘛 所以在他不断的就是展示自己 然后就是表现自己 在这个IG展现自己之后 他就被挖掘了 当然他有在有很多的画廊 在这个奥地利 还有在 反正在维也纳 在欧洲 他都有去参加这个展出 他非常非常喜欢画人 那通常如果说你看到那种黑人啊 他黑人如果在画画 他通常都是一直在讲就是说 自己身份认同的问题 或者是说有关于歧视 或者是种族平等的这件事情 就是我觉得他是那个加纳的六角材质 怎么说呢 他是用手指头画画 那他比较不一样的就是说 他是会做一些很多的草涂 像六角材质 他是直接就涂了 然后就是边涂边看 那这个他就是 画好勾了的时候呢 他就用手指头 就是填满的那个颜色 就是这个皮肤很多的颜色 他这都是用手指头 用那个油画颜料 去把它涂出来的 所以他的那个激励感是 特别的厚重跟有立体感 然后非常的就是强烈 因为他很喜欢用缤纷的一些颜色 那他的背景其实是还蛮简单的 因为他画的是黑人 通常都是画他自己 或是画他国家的人 或是画他的这个黑人的一些朋友 所以他的这个背景其实是 非常的简洁的 跟我们以前看到那种的肖像画 不太一样 因为通常肖像画有非常非常多种的表现方式嘛 对不对 但是他又有一点就是耳目一新的感觉 就是说诶 这样的表现其实是没有人表现过 因为他的衣着都是非常的鲜艳 然后背景是非常非常的单纯的 而且他是在纽约的高股旋 展完哦 然后就是也是非常闪亮的一颗星秀 就是想必是前程刺警啊 这样子 就是不过他现在已经是在二级四场 就是已经有在拍卖了 所以他的画也真的是非常的就是一画难求 那他真的是串触非常非常的快速 因为他就是短短的三年哦 然后他就已经就被这个大画廊发现 签约 通常比较大的画廊 其实他们都乐意去展出这些黑人艺术家的一些作品 就是说黑人议题的一些问题 种族歧视的一些问题 然后或者是一些女权的这些问题 然后或者是一些环保的这些议题 其实很多的大画廊其实都会非常喜欢的 因为刚好就是这个艺术家呢 表现他的画作是一种比较简洁的一个方式 然后又很轻松 他是用日常生活的一个表达 然后去讨论 他去探讨 就是说这个非洲人的这些问题 在这个社会 在这个国家 或者是在政治斗争的这种影响 然后也会讲到就是他跟朋友之间的一些关系 他主要的这个画作大概都是这样子的一个表现 就是他的发迹 也只不过这三年是相当相当的快的 他是1984年5月10号出生 所以就是他生日也是快到啦 那也祝福他生日快乐 那也祝福这个世界再也没有歧视的这个问题了 你不要讲什么歧视黑人 我也会被歧视啊 真的是好像有点那么无解 那我们希望我们大家都秉持着爱 爱世界爱大家这样子 好那我们那个下一次见 拜拜